我们今天要前往水城温尼斯 然后我们今天乘坐的铁路不是意大利国铁 而是由法拉利公司提供的意大利高铁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举世闻名的威尼斯水城 他们身着的这个中世纪服装是因为今天有 对我们今天就是来看威尼斯这个狂欢节的 他们这个威尼斯面具其实有很多故事的 有相传是这个以前这个是花招舞会流传下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以前这个黑死病爆发的时候 在威尼斯扩散的时候也就是说 意大利人发明了这个隔离这个措施 然后还做了这些面具为了阻挡这个病毒全部也挺有意思的 这也是个故事 温尼斯除了水上陨水之外 然后还有很多这种走路可以走路的小巷子 都是一些工艺品店 这个像国内摇鲁一样的这个划船 在当地在意大利用意大利说叫贡罗拉 也是一大特色 我们下期的温尼斯在下期间 这些温尼斯就有点不复杂的 我们下期间看到了 我们下期间的温尼斯在下期间 我们下期间就在一个温尼斯 在我们下期间的温尼斯 那些温尼斯在下期间 甚至那些温尽 全部都在下期间 这个是那个叫黄 啪啪 还挺和蔼可情的 这个是那个墨鱼面来文尼斯强烈推荐 我其实来威尼斯来过无数遍 每次来都好像跟第一次一样 特别新鲜 因为太多太多好逛的好玩的 因为我来说要买到一个月 最后来都说快点 我看了一个门 这个是一个老百姓的 就是几个月 这个是比较好 这个是一个老百姓的 就是几个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